你說一個天才部長 這個有這麼難得的機會在這邊 不是找你來放心的 那我想接下來這個交接期 還有很多事情要準備啦 我們不是要在這個時候 來看你發文說很放心 在這個發文的時間 你透過AI應該可以做很多的準備 準備來交接 那當然啦我們就說 新內閣我們予以期待 但是呢大家千萬不能鬆懈 不要到時候又螺絲掉滿地 然後呢相關的過去我們大家 大家有指教的地方 我們也希望藉由這個交接 通盤的來檢討啦 那不管是空間啊 不管是大家物理位置的移動啊 是不是要提升一點數位化虛擬化啦 我想這個有很多地方 希望就是真正的放心 而且不是放心一下下 我們是真的要可以一直的放心下去